在地铁车厢偷拍女士裙底的男子 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片区主任常云林、徒佑 四川成都市地铁车厢日前有男子偷博女士裙底春光 车上有乘客不知其所为 将整个过程拍下 最后成功将该名变态男子绳之余法 随后 由网友肉搜 发现该名男子竟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片区主任常云林 案发于上周六、25日、下午5时许 成都由网友乘坐地铁时 在车厢中看到对面有一名穿浅色衬衫和卡齐色长裤的中年男子 偷偷将手机放在旁边一个穿黑白点短裙的女子裙下 男子反复多次偷拍 看到有关人注尸时 他还装作没事发生一样 将手机拿回去 有关影片在网上曝光后 成都轨道公安分局高度关注 经调查后 证实涉案男子姓常 56岁 成都市当地人 当局已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7日 并罚款500元人民币 专题 微博大为中国民间评论员随后爆料指 这名偷拍群底春光的男子 是新华社四川分社片区主任常云林 还要求当局建议申查 消除败类 事实上 比相当日一贩与常云林在网上的照片 确实是非常相似 不过 新华社方面并未证实有关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